来看看这个厚颜无耻 嬉皮笑脸的变态杀人狂 指认抛尸现场的画面 他将自己的破鞋游有杀害后 嘎掉脑袋 尸体抛到这个励志林 头颅扔进了一个偏踢的水沟 时间2012年1月14日 地点福建省莆田市 这天早上新渡镇沟口村的玉梅老姐姐 正往自家菜的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棵荔枝树下 好像躺着一个人 就赶紧叫来了邻居小个老林 一起来到了那棵荔枝树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两个人瞬间变年轻了 竟然是一具没有头颅的光定女士 就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展开了勘察工作 死者为女性 浑身赤裸 城侧俯卧状态在地上 头颅不知去向 身上未发现其他伤痕 警方推测 嫌疑人可能为附近居民 担心尸体被人认出 才将受害人的头颅割下 之后抛尸至此 法医经过勘验 死者已婚 年龄30岁以上31岁以下 身高150米到155米左右 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者在生前有发生过关系 侦察员通过对现场的勘察 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被害人头部缺失 要确定死者身份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尽快找到失源 警方张贴了悬赏通告 同时对附近的村民进行走访调查 由于村里外来人口众多 而且新渡镇沟口村有多家邪厂 每个邪厂外来的打工人员 至少有上千人 对此警方都一一进行了排查 然而排查进行了将近半个多月 死者的身份仍然没有落实 随后警方重新对案情进行了梳理 认为死者最后接触的男子 很可能就是嫌疑人 而且在死者体内和其他部位都提取到 一个男性的DNA 于是警方将死者的掌纹 和DNA以及陌生男子的DNA 上传到全国的数据库 经过比对没有相吻合的数据 直到两个月后 从贵州省之金县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名叫张小群女子的指纹 经过对比跟死者指纹完全吻合 据了解张小群年龄30岁 欲有意思 警方随即与张小群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但反馈来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张小群不但活得好好的 而且本人目前还在贵州 为了查清事件的真相 胡田警方立即赶往贵州 见到了张小群 据张小群说 自己从来没有在外打工 更没有去公安局路过指纹 不过她的妹妹张飞燕 近几年在外地打工期间 用的都是姐姐张小群的身份证件 据了解张飞燕28岁 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丈夫名叫李林全 和张飞燕是同村 在两年前张飞燕一位跟婆婆闹了矛盾 便离家外出打工 两年来一直没有回家 张小群说 妹妹张飞燕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 是在一个月前 虽然她不经常回家 但还是了解一些她的情况 妹妹张飞燕出去打工时间不久 就跟一位名叫曾祥云的男子好上了 随后就同居在一起 对方已婚 有三个孩子 但是家人一直持反对意见 在2011年7月份的时候 张飞燕突然回了趟家 说不想和丈夫过来 孩子也不想管了 准备和曾祥云一起去福建莆田打工 虽然当时张家人强烈反对 但是张飞燕还是坚持走了 一直到2012年的1月12号 当时离过年还有10天 家人给张飞燕打电话说孩子病了 在电话里她也答应回家 可是自那次通话后 再也没有张飞燕的任何消息了 打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家人就给她的同居男友曾祥云打电话 曾祥云说到15号就回来了 可是两天后张飞燕并没有到家 打电话仍然打不通 家人预感情况不对 肯定是出事了 随后再给曾祥云打电话就不接了 警方推测曾祥云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于是对张飞燕在莆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而曾祥云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曾祥云36岁 贵州大方县人 办案民警根据曾祥云的身份信息 很快找到了他打工的鞋厂 令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此前曾经来这个厂 排查过近期失踪人员 但当时的反馈是厂里并没有人员失踪 据调查 曾祥云入职时间是2011年10月6号 当时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叫张兰兰的女子 两个人是以夫妻的身份进厂 还带着三个孩子 工厂就在附近 给他们找了一间房子租住 但是张兰兰在2012年1月13号 离开鞋厂 当时是曾祥云来给他请的假 说是回家过年了 因此警方来调查的时候 厂里都认为张兰兰是回了家 并没有向警方说明 那时候曾祥云还在鞋厂工作 随后经过其家人辨认 鞋厂登记表上的张兰兰就是张飞燕 经过地内鉴定 也确认了死者就是张飞燕 当家人得知张飞燕遇害后 个个悲痛不已 据了解张飞燕遇害的时候 曾祥云还在厂里上班 直到三个礼拜后他跟厂里请假 说要回趟贵州老家 三个孩子留在莆田托人照顾 3月8号莆田警方来到了 大方县曾祥云的老家 对于张飞燕的去向 曾祥云说 1月13号张飞燕说要回家过年 当时替他在鞋厂请了假 至于为何没有按时回到家里 他也不知情 据了解 曾祥云和张飞燕于2009年 在贵阳打工时认识 当时张飞燕在一家小旅馆 做服务员 两个人一见钟情 当时曾祥云的妻子患病多年 夫妻关系名存是亡 而张飞燕又因为和婆婆不合 离家出走 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人 很快同居在了一起 2011年10月曾祥云就和张飞燕 以夫妻的名义 来到莆田一家鞋厂工作 同时共同抚养曾祥云的三个孩子 曾祥云说 在此期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从来也没有吵闹过 工友们也反映曾祥云 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然而尽管曾祥云神情阵点 但警方根据尸检的结论 和张飞燕遇害的时间 推断曾祥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警方的一再追问下 曾祥云最终承认 杀害张飞燕的犯罪事实 并向警方交代了杀人的经过 曾祥云说 2012年1月13号凌晨 他们一起下班回家后 张飞燕说 家里的孩子生病了 他马上要回家一趟 要从祥云给一万一千块钱给他 于是两个人为了这三千块 一直争执到凌晨四点 就坐在我腿上 他说 这三千块钱 拿下我 基本上就睡觉 如果你不拿那一 基本上就不要想睡觉 那我反应我说 那我说你有一点生活费 我说你有一点生活费 我说不睡就不睡嘛 最后他就发起火来了 他就听我一巴掌 一巴掌 我就一手撑起来 我就这么一顶着 这么一顶着 这手太下重了 就是左右打了你一脸巴掌 是吧 谁料想 曾祥云这一顿左右勾拳 竟然将张飞燕打晕了过去 两眼上翻 脸发白 气若油丝 此刻曾祥云 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接着就用手死死的掐住了 张飞燕的脖子 直到呼吸停止 过了一会 他渐渐清醒过来 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随后他用颤颤巍巍的双手 点燃了一根香烟 或是自己平静 天亮后 曾祥云担心孩子 看见张飞燕的尸体 在上班前嘱咐三个孩子 不许进他的房间 随后曾祥云到了工厂镇定如常 给张飞燕请了假 在上班时满脑子都在想 怎么处理张飞燕的尸体 直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想拿尸体是拿不走的 整个时候有人发觉的 我是说把他的头人 过下来 找一个地方过去 有时间回家 平常回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简单就是说 你已经在这边想好带刀过去 是不是这么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到了凌晨两点 曾祥云将张飞燕的尸体背出家门 原来计划背到一个偏僻的山上 但是背了不到半小时 气喘吁吁 双腿发抖 实在是背不动 就将尸体抛在了那片栗之林 来看看这个老六的演示 接着曾祥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尖刀 将张飞燕的头颅搁下 随后在曾祥云的带领下 找到了张飞燕的头颅 2013年6月13号 曾祥云阴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徒刑 来看看这个厚颜无耻 嬉皮笑脸的变态杀人狂 指认抛尸现场的画面 他将自己的破鞋游有杀害后 嘎掉脑袋 尸体抛到这个栗之林 头颅扔进了一个偏踢的水沟 时间2012年1月14日 地点福建省莆田市 这天早上新渡镇沟口村的玉梅老姐姐 正往自家菜的走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棵荔枝树下 好像躺着一个人 就赶紧叫来了邻居小个老林 一起来到了那棵荔枝树下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两个人瞬间变年轻了 竟然是一具没有头颅的光定女尸 就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展开了勘察工作 死者为女性 浑身赤裸 城侧俯卧状态在地上 头颅不知取向 身上未发现其他伤痕 警方推测 嫌疑人可能为附近居民 担心尸体被人认出 才将受害人的头颅割下 之后抛尸至此 法医经过勘验 死者已婚 年龄30岁以上31岁以下 身高150米到155米左右 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 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者在生前有发生过关系 侦察员通过对现场的勘察 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被害人头部缺失 要确定死者身份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尽快找到失源 警方张贴了悬赏通告 同时对附近的村民进行走访调查 由于村里外来人口众多 而且新渡镇沟口村有多家鞋厂 每个鞋厂外来的打工人员 至少有上千人 对此警方都一一进行了排查 然而排查进行了将近半个多月 死者的身份仍然没有落实 随后警方重新对案情进行了梳理 认为死者最后接触的男子 很可能就是嫌疑人 而且在死者体内和其他部位都提取到 一个男性的DNA 于是警方将死者的掌纹 和DNA以及陌生男子的DNA 上传到全国的数据库 经过比对没有相吻合的数据 直到两个月后 从贵州省之金县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名叫张小群女子的指纹 经过对比跟死者 指纹完全吻合 据了解张小群年龄30岁 欲有一子 警方随即与张小群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但反馈来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张小群不但活得好好的 而且本人目前还在贵州 为了查清事件的真相 莆田警方立即赶往贵州 见到了张小群 据张小群说 自己从来没有在外打工 更没有去公安局路过指纹 不过她的妹妹张飞燕 近几年在外地打工期间 用的都是姐姐张小群的身份证件 据了解 张飞燕28岁 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眼前这位就是她的丈夫名叫李林全 和张飞燕是同村 在两年前 张飞燕因为跟婆婆闹了矛盾 便离家外出打工 两年来一直没有回家 张小群说 妹妹张飞燕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 是在一个月前 虽然她不经常回家 但还是了解一些她的情况 妹妹张飞燕出去打工时间不久 就跟一位名叫曾祥云的男子好上了 随后就同居在一起 对方已婚 有三个孩子 但是家人一直持反对意见 在2011年7月份的时候 张飞燕突然回了趟家 说不想和丈夫过来 孩子也不想管了 准备和曾祥云一起去福建莆田打工 虽然当时张家人强烈反对 但是张飞燕还是坚持走了 一直到2012年的1月12号 当时离过年还有10天 家人给张飞燕打电话说孩子病了 在电话里她也答应回家 可是自那次通话后 再也没有张飞燕的任何消息了 打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家人就给她的同居男友曾祥云打电话 曾祥云说到15号就回来了 可是两天后张飞燕并没有到家 打电话仍然打不通 家人预感情况不对 肯定是出事了 随后再给曾祥云打电话就不接了 警方推测 曾祥云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于是对张飞燕在莆田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 而曾祥云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曾祥云36岁 贵州大方县人 办案民警根据曾祥云的身份信息 很快找到了他打工的鞋厂 令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此前曾经来这个厂 排查过近期失踪人员 但当时的反馈是厂里并没有人员失踪 据调查 曾祥云入职时间是2011年10月6号 当时一起来的还有 一名叫张兰兰的女子 两个人是以夫妻的身份进厂 还带着三个孩子 工厂就在附近 给他们找了一间房子租住 但是张兰兰在2012年1月13号 离开鞋厂 当时是曾祥云来给他请的假 说是回家过年了 因此警方来调查的时候 厂里都认为张兰兰是回了家 并没有向警方说明 那时候曾祥云还在鞋厂工作 随后经过其家人辨认 鞋厂登记表上的张兰兰就是张飞燕 经过DNA鉴定 也确认了死者就是张飞燕 当家人得知张飞燕与害后 各个悲痛不已 据了解张飞燕遇害的时候 曾祥云还在厂里上班 直到三个礼拜后 她跟厂里请假 说要回趟贵州老家 三个孩子留在莆田托人照顾 3月8号莆田警方来到了 大方县曾祥云的老家 对于张飞燕的去向 曾祥云说 1月13号张飞燕说要回家过年 当时替她在鞋厂请了假 至于为何没有按时回到家里 她也不知情 据了解 曾祥云和张飞燕于2009年 在贵阳打工时认识 当时张飞燕在一家小旅馆做服务员 两个人一见钟情 当时曾祥云的妻子患病多年 夫妻关系名存是亡 而张飞燕又因为和婆婆不合离家出走 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人 很快同居在了一起 2011年10月曾祥云就和张飞燕 以夫妻的名义 来到莆田一家鞋厂工作 同时共同抚养曾祥云的三个孩子 曾祥云说 在此期间 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从来也没有吵闹过 工友们也反映曾祥云 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然而尽管曾祥云神情阵点 但警方根据尸检的结论 和张飞燕遇害的时间 推断曾祥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警方的一再追问下 曾祥云最终承认 杀害张飞燕的犯罪事实 并向警方交代了杀人的经过 曾祥云说 2012年1月13号凌晨 他们一起下班回家后 张飞燕说 家里的孩子生病了 他马上要回家一趟 要曾祥云给一万一千块钱给的 于是两个人为了这三千块 一直争执到凌晨四点 就坐在我腿上 他说 这三千块钱拿下我 你基本上就睡觉 如果你不拿那一 基本上你不要想睡觉 那我反应我说 那我说你有一点生活费 我说你有一点生活费 我说不睡就不睡嘛 最后他就发起火了 他就给我一巴掌一巴掌 我就一手撑起来 我就这么一顶着 这么一顶着 这手太下重了 就是左右打了你脸巴掌 谁料想曾祥云这一顿左右勾拳 竟然将张飞燕打晕了过去 两眼上翻 脸发白 气若油丝 此刻曾祥云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接着就用手死死的掐住了张飞燕的脖子 直到呼吸停止 过了一会 他渐渐清醒过来 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随后他用颤颤巍巍的双手点燃了一根香烟 或使自己平静 天亮后 曾祥云担心孩子看见张飞燕的尸体 在上班前嘱咐三个孩子 不许进她的房间 随后曾祥云到了工厂镇定如常 得张飞燕请了假 在上班时满脑子都在想 怎么处理张飞燕的尸体 直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回家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想拿尸体是拿不走的 整个时候有个发觉的 我是说把她的腿 过下来 找一个地方和起来 有时间回家 平常回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简单就是说 你已经在这边想好带刀过去 是不是这么 有这个想法 到了凌晨两点 曾祥云将张飞燕的尸体背出家门 原来计划背到一个偏僻的山上 但是背了不到半小时 气喘吁吁 双腿发抖 实在是背不动 就将尸体抛在了那片栗之林 来看看这个老六的演示 接着曾祥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尖刀 将张飞燕的头颅搁下 随后在曾祥云的带领下 找到了张飞燕的头颅 2013年6月13号 曾祥云阴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徒刑 这是一期典型的电话诈骗案 此时的张小姐几乎崩溃 自己所有积蓄被骗走 连公司的五百多万也不翼而飞 突然间她感觉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她不敢将此事告诉公司 因为她很清楚 自己凭借一己之力 很有可能会让这个上百人的公司毁于一旦 最后警方找到公司老板 并将实行原委告诉了对方 听到这里 当时老板膀胱都气炸了 在气愤之余 老板只能四处凑钱 尽量保证公司正常运营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根据张小姐打款账号 迅速追踪这笔款项的去向 很快他们查到 这笔钱由张小姐转到一个指定卡后 再由该卡转到三张二级卡 二级卡又分批次转到了许多个三级卡上 整个过程非常之快 最后发现这些钱都在台湾一些AT案上被全部取走 随即民警对这些三级卡进行仔细的核查 发现其中有一张卡曾经在广东珠海使用过 接下来民警调取了此人在珠海区块的监控录像 通过这个录像民警锁定嫌疑人为台湾籍男子赖某 但他常年住在珠海 于是他们联系珠海警方 开始对赖某进行跟踪 可当民警们顺着网线找到赖某时 发现他竟在珠海租下了三套房子 这让民警很是诧异 赖某一个人为何会租下三套房呢 随即民警扩大警力 开始对三个出租屋进行监控 结果发现每一套房子里都住着五六个年轻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拨打电话 平时只有购买生活用品才会出门 此时民警基本可以确定 他们这就是一个利用电话实施诈骗的团伙 随即民警同时收网 将三个房间内的十余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并且在他们租住屋里 找到了一些画书本 手机卡等作案工具 而之前锁定的赖某 就是这个团伙的带头人 然而警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查 因为他们了解到赖某还有上线 他们隐居于台湾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佬 于是民警开始对赖某进行大记忆恢复述 很快赖某同意与警方合作 试图找到幕后的大老板法哥 于是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 赖某拨通了法哥的电话 并与对方约定几天后在珠海见面 接下来民警在码头蹲守 在法哥刚一入境就将其抓捕归案 到此整个案件才算告一段落 警方最终抓获该犯罪团伙24人 其中4人为台湾籍 另外还扣押是案金额538万元 该次案件警示评论区粉丝们 在任何时候请一定保持冷静 一旦遇到有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如果涉及到钱 请一定去派出所核实情况 以免自己越陷越深 这是号称内蒙古最难破 最无下限的刑事案件 手段之凶残 让从业20年的老刑警都大吃一惊 老板好心收留走投无路的凶手 而他却爱上了老板娘 为此不惜恩将仇报 制造了一起灭门惨案 尸体埋在菜窖整整两个月才被发现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臭吧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进入案发现场 时间2017年2月25号 地点内蒙古包头市 屠夫阿远与妻子和苗 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两人有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几个月前 阿远决定做大做强 在农贸市场租了一个摊位 专门卖羊杂 由于生意火爆 阿远又雇了一个身无分文的老乡来帮自己 眼看日子越来越好 可人算不如天算 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一大早 阿黄再次来到弟弟家 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三次来了 同前两次一样 无论自己怎么敲门 一家三口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学校老师也说 侄女已经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家三口连声招呼都不大 一夜间突然全部消失 此时此刻 聪明的阿黄终于意识到 弟弟一家是出事了 他赶忙报了 竟了解 阿远最后一次跟外界有联系 还是在去年的12月18号 自此之后 一家三口没有任何征兆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双方父母曾在大年初三来创过门 同样吃了笔门羹 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感到不对劲的民警决定 来到阿远家一探究竟 开锁师傅将门撬开后 屋内瞬间传出一股类似臭麻布的腐臭味 只是轻轻一闻 便让人终生难忘 预感大事不妙的民警火速上网 很快刑侦技术人员赶到了现场 进屋后 桌子上已经发霉涨躯的剩饭 引起了众人的主意 一家人因何事匆忙离开 以至于连碗筷都来不及收拾 侦察员顺着意味来到了卧室 眼前的一幕 惊呆了所有人 只见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 藏在被褥里 但奇怪的是 房内的窗户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门锁也是完好无损的 家具摆放完整 不像是被人翻动过 综合以上种种线索 经验丰富的民警推测 凶手是和平进入房间内 并且与被害人相识 案情重大 包头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一路继续对现场进行勘察 一路对整个小区走访摸牌 遗憾的是 南海五村建于三十年前 十分破旧 整个小区周边都没有安装监控 同时 小区现住户大多都是后搬来的外来人口 邻里关系十分陌生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 阿远在附近卖羊子 就更不可能从他们口中 获得更多关于这家人的信息 不过好在同一时间 技术人员确认了死者的真实身份 正是房屋的女主人 阿远的妻子何苗 据悉 何苗从小学起就是斑花级的存在 不仅如此 她为人开朗大方 跟同事朋友关系都很好 可就是如此一位善良的女生 却惨死家中 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真相 而更加关键的是 阿远和孩子又身在何处 难道是他杀害妻子后 畏罪潜逃了吗 2月25号上午 技术人员完成了对现场的全部勘察 将重大线索 地上六根部属于阿远的烟头拿回送件 然而 检验还需要一定时间 警方随即部署下一步行动 落实实者生前的活动轨迹 特别是要找到实者最后一个接触道理 这个是我们破案的重点和关键 首先警方找到了何苗关系最好的同学 据其交代 在12月18号晚上 两个人还包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周 据此可以看出 何苗的遇害时间是在当晚8点以后 同时获系 何苗库爱金手势 哪怕是洗澡都会带着 可警方搜遍了整个房屋 并没有找到任何手势 换句话说 凶手很有可能作案后 顺手带走了这些金手镯拿去销赃 顺着这条线索 警方随即对当地300多家金店逐一走访调查 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一家店收过类似的金手势 眼看何苗这边没能获得任何有用的线索 警方又对阿远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经了解 阿远所在的农贸市场 商户来自全国各地 人员流动极其复杂 警方怀疑 会不会是因生意矛盾从而演变为仇杀呢 很快 这条线索就被排除了 据商户们反映 阿远为人热情 大家有时他都会主动帮忙 而且阿远为人实在 乡亲们没有多于零钱的话 阿远都会给大家把零头磨了 不过 商户们还反映了另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在阿远失踪的第二天 他的帮手老刘也一同不见了 据悉 老刘老家是东北的 早些年一直在农贸市场卖蔬菜 由于经营不善 不仅摊子没了 老婆也跟人跑了 于心不忍的阿远便主动找到他 希望老刘可以帮自己打下手 此后 心存感激的老刘每天早出晚归 任劳任怨 直到后来 整个店基本都靠他一人在忙活 显然 老刘应该是最了解阿远一家情况的人 他的失踪 让这些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于是警方将老刘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据悉 老刘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 下班后 他经常拉着阿远和同在农贸市场的老马一起喝酒 据老马回忆 12月17号晚 他们还在一起喝过马尿 酒过三旬 自己就将喝醉的哥俩送回了家 然而 次日清晨 老刘就交集慌张上门找自己 称阿远的钱包落在了车上 里面装着要买翻斗车的钱 拿走钱包后 也就是12月18号之后 阿远和老刘就再也没来过农贸市场 他自己也是一脸猛逼 然而 就在警方接下来的走访中 却获悉了另一个更加诡异的情况 老刘在农贸市场干了这么多年 可商户们却对他的信息一无所知 甚至连他是否真的姓刘都是个疑问 说实话他这对自己身份信息的这个 保密程度已经是很反常的了 四个人同时消失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联系 眼看追踪的线索全部中断 这时外出走访的民警终于传来好消息 原来阿远在农贸市场旁 还有一间平房 聚息 包头的冬天又冷又长 因此当地商户都有一个习惯 提前在院子里挖一个菜窖用来储存食物 阿远也不例外 可奇怪的是警方将大雪清理干净后 无论怎么着都没发现菜窖的入口 就在大家准备离开之际 一位眼尖的老民警从余光中 发现了一闪而过的缝隙 他十分隐蔽 被杂物遮挡着 众人合力将杂物挪开 一个垂直的洞口瞬间浮出水面 同时伴随着一股刺激的腐臭味 和早些时候在阿远家闻到的 一模一样 侦察员打开手电向下环视一圈 只见一堆破烂的被子 木头和塑料袋等 然而 待侦察员下到洞底后 却不料 在一床被褥的下面 竟然藏着一具腐败的男士 而在他的旁边 一具瘦小的尸体 被装在纸箱里 后经DNA对比 确认死者为阿远和他的女儿 一家三口的尸体 终于全部找到 也就是说 失踪的老刘剧 有重大作案嫌疑 那么他现在到底在哪呢 他又不是生是死 专案组又对老刘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更为细致的调查 据商户们反映 他这个人十分的奇怪 第一 老刘就好似明星一般 十分抗拒别人偷拍的 有一次旁边的马大姐给女儿拍照时 不小心将老刘照进画面中 他立即愤怒地要求马大姐当面删掉 第二 老刘对农贸市场的女性格外关心 不忙的时候 他总是在搭讪女商户 甚至以教她们剁肉为名 趁机摸别人的手 可老刘长得十分彪悍 大家敢怒不敢言 只好默认他在市场里为所欲为 综合以上线索 老刘的嫌疑进一步增大 就在这时 法医的鉴定终于有了结果 在对现场提取到的 一百多个样本和六个烟头 进行DNA比对后 结果全部指向同一个人 老刘 至此 专案组正式将老刘列为头号嫌疑人 对其实施抓捕 现场勘察时 民警发现银行卡并未丢失 也没有后续转账记录 因此首先排除了屠材害命的可能 但阿元女儿的孝讯通手机却不见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眼下的关键 还是要先确定老刘的真实身份 民警对其平时经常去的澡堂 按摩店走了个遍 随后又走访了大大小小的旅馆 均为发现老刘的身影 为此 不惜动用画像专家画出了老刘的模样 可街坊们都表示不认识该男子 更离奇的是 在人口信息库中 同样没查到老刘的信息 这可真是见了鬼了 专案组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又对全市的交通系统进行了查询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老刘的真容终于浮出水面 找到这盘照片后 我们通过他的 北海周围的摊主人 变了 就是确定了这个 就是对老刘 然而 这张截图拍摄于去年的12月26号 距今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老刘会不会早就乘车逃离了包头 为避免夜长梦多 专案组对火车站 汽车站等展开地毯时排查 均没有发现老刘离开的记录 难道他还在包头吗 同一时间 包头警方将老刘的协查通告 下发至全国各地公安 很快 杨全警方就有了回音 经调查 在当地有一家二手手机店 曾经回收过阿远女儿的孝讯通手机 这一消息让包头警方喜出望外 专案组连夜赶赴杨全 可手机店老板却声称 每天都有大量客户来店里 加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 自己早就记不得这部手机是谁卖的了 那么老刘目前是否还在杨全 据杨全警方反馈 嫌疑人很有可能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 而他要购买生活必需品 势必会经过得胜冬接 果不其然 经过专案组日复一日的蹲点 终于在三月八日下午五点 蹲到了骑自行车 前来购买肥皂的老刘 为尽快解开谜团 专案组当晚便将嫌疑人 押借回包头进行审讯 警方的种种疑问 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老刘本名叫吴某伯 十年五十一岁 黑龙江人 于半年前来到阿远的洋杂店打工 直到有一天 何苗来到店里探望 老板娘倾国清诚的美貌 让吴某国直接陷了进去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邪恶的小种子在他脑海中种下 12月18号晚 吴某国在和阿远喝马尿时 一时失言 将自己爱慕嫂子的事实 不慎说漏了嘴 阿远听到这个消息后 气得不打一出来 没想到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 紧接着 二人在酒桌上大打出手 被马尿冲昏头脑的吴某国 一不做二不休 当晚便在平房里杀害了阿远妇女 随后 他又赶到阿远家里 对和苗实施侵害后 将其残忍杀害 这么多年在外边 孤独寂寞 性格骨壁 变得性格容易暴躁 当时不知道怎么就想不开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作案后 吴某国带着阿远的钱包 连夜逃离包头 接下来的几个月 一直躲在杨泉火车站附近的一处 废弃窑洞内 不曾想 刚刚准备出门买点生活用品 就被千里奔赴的包头警方所逮捕 最终 吴某国因故意杀人罪 被包头检察院提起公诉 他的后果 自不代言 至此 案件全部完结 眼前 这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姐 只因和男友谈了一场分手的恋爱 便落了个伸手一处 头颅被海下扔进河道 肢体被装进行李箱 扔到一片人气罕至的玉米地 嫌疑人体变态又残忍 简直另了发指 就连酒精沙场的老刑警 也感觉到不寒而栗 时间2012年8月8日 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 这天小雷和几名同事 正在清理昆利和河道的杂物市 河里挑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当打捞上来后看到 这个东西用塑料袋所包裹 让让小雷和同事感到惊讶的是 这东西一出水就招来了很多的苍蝇 而且散发着一股恶臭味道 小雷就好奇心使然地将袋子 打开了一个小口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忘不掉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头颅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对打捞出的头颅进行了砍验 显然这里只是一个抛尸现场 那么这名女子是谁 其他部分肢体又会在哪里呢 警方立即组织人员 对整个昆利河河道 进行仔细地搜索打捞 同时另外一组侦察员 对现场周围群众进行调查走访 与此同时 办案人员在距离现场 300米左右 一个施工的工地 发现了一堆石块 经过比对跟包裹头颅里面的石块吻合 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就地取材 随后 法医对这颗头颅进行了 检验和颅骨扫描 发现这位女性死者年龄位 20到30岁之间 长得也是相当哇塞 下位有一个 可能是做过手术留下的疤痕 而且有一颗牙齿脱落 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大概在五天之前 推测是在死后24小时左右 被嫌疑人割下了死者的头颅 抛入了这条河 而且嫌疑人担心抛入河后 会漂浮出水面 就带了一块底砖 但由于是夏天比较热 再加上水里浸泡的时间长 腐败后产生了气体 而这个气体 在包裹的比较严实下 挥发不出来 所以就慢慢的浮出了水面 接下来变态们都知道 那就是查找失源 警方立即对郑州市范围内 近期失踪20到30岁的女性 进行排查 然而经过查找比对 在失踪人员中 均没有符合条件的 DNA样本 随后警方通过 现场提取包括头颅的手提袋 和死者下巴有个伤疤 以及一颗缺失的牙齿特征 对相关的部门进行了 一一调查走访 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 办案人员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张贴悬赏通告 寻找更多有价值线索 很快就有一名姓金的男子 打电话反应 照片上的睡衣 很像他前女友的睡衣 而且下巴上面的疤痕 以及一颗牙齿脱落的情况 都很符合女友的特征 随后警方找到了这名男子 据了解 他前女友名叫金小凤 在郑州一家足疗按摩店 承包硬件软化工程 河南驻马店人 年龄大概在25岁左右 当时他去足疗店是金小凤 承接了他的硬件软化工程 感觉价格公道 施工质量又好 慢慢的就谈起了恋爱 然而在恋爱期间 金小凤依然在承包其他人的工程 感觉瘦不鸟就分了手 在分手之后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但突然在五六天前联系不上来 据按摩店的老板反映 金小凤在失踪前 和一名256岁 个子比较高 身材偏瘦的年轻男子经常来往 这名男子在金小凤失踪后 就在没有出现过 那么这名男子跟金小凤的死 有没有关系呢 警方决定到金小凤的租住处进行调查 然而就在侦察员和金小凤前男友金某 一起来到这座楼下时 发现一名男子从这栋楼出来 然后金某跟侦察员说 这个人正是季小凤现在的男朋友 警方便立即让一组侦察人员 跟踪该男子的去向 另外一组侦察员跟技术人员 找到房东将房门打开 对整个房间进行了仔细勘察 警方推测这个房间 有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便立即对房间内的血迹进行了提取 通过DNA鉴定 河道里的头颅和金小凤 租住房间厕所的血迹DNA 完全吻合 因此得以确认死者正是金小凤 而死者现任男友 无疑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警方立即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抓捕 经过询问 这名男子叫齐龙东 26岁 江苏严城人 经过按摩店老板辨认 他正是那名经常去找金小凤的男子 在审讯中齐龙东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了解 齐龙东出生在江苏严城一个渔民家庭 家里以打鱼为生 由于生活比较贫困 两年前他和几名老乡来到郑州打工 在一个装修队做木匠活 有一天 他和几名老乡压制不住 体内的荷尔猛便去按摩店 找小姐姐做硬件软化工程 遇到了年轻漂亮 气质家 而且会哄人开心的进小凤 两个人一见钟情 随着两人交往加深 很快同居在一起 这也是他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子 面对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 也几乎清除了自己的全部 在交往期间 齐龙东劝金小凤不要再去承包工程了 以后所以的花销他全部承担 因此他把在郑州赚的所有钱 几乎都花到这个金小凤身上了 对于齐龙东付出真挚的感情 金小凤初期似乎很是感动 但是没过多久 齐龙东就因经常找不到季小凤 手机也打不通 让他满是疑惑 便偷偷去按摩店里进行查看 发现金小凤还是在干老本行 为此两人发生了多次争吵 关系也渐渐恶化 随后齐龙东为了挽回两人的感情 提出要和季小凤结婚 然而金小凤不假思索的就拒绝了 在8月3号晚上 齐龙东回到出租屋后 发现金小凤又不见了 便怒气冲冲的来到金小凤 所在的按摩店 看见金小凤在里面 就冲进去将其拉了出来 两个人在回去的路上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回到出租屋时 金小凤情绪依然很是激动 齐龙东就上前 紧紧抱住金小凤已是安慰 没想到金小凤随手拿起一根棍子 接二连三的打向了齐龙东 并且说道 以后不要再管我了 咱俩就此分手 金小凤的行为再次激怒了齐龙东 就抢下了金小凤手中的棍子 接着狠狠的将他按在床上 并且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时的齐龙东并未完全失去理智 而金小凤接下来的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齐龙东 金小凤说 你有种就掐死我 齐龙东彻底愤怒了 就更加狠狠地掐住了金小凤的脖子 大概持续了两分钟 而此时的金小凤也未无法呼吸 双腿双手就开始了激烈的挣扎 而这也更加激起了齐龙东心中的怒火 就拿了一根电线 死死地勒住了金小凤的脖子 直到没了呼吸 此刻时间如同停止了一样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看着心爱的女人 安静地躺在自己身边 也有一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随后他将金小凤的尸体 拖进卫生间 然后就回房间睡觉了 在审讯中齐龙东说 他那一夜睡得很香 由于天气炎热 第二天醒来后 齐龙东发现金小凤的尸体 发生了一些变化 红一块紫一块的 也就是说出现了湿浆 便立即去了香包城买了一个行李箱 然而在装尸体时发现 由于金小凤个子较高 尸体也已经僵硬了 他费了很大功夫 也没有把尸体放进行李箱里面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碎尸 在审讯中 齐龙东在描述残忍变态的作案过程是 就连酒精沙场负责审问的办案人员 听得也是头皮发麻 汗毛疏离 但齐龙东却显得很平静 齐龙东告诉办案人员 在剁了几个小时的尸体后 他当时感到有些累 就躺在床上又香香的睡了一觉 直到晚上十点多 齐龙东带着装尸体的行李箱出了门 8月14号在齐龙东对抛尸现场指认下 警方在郑州往西 行阳境内的一片玉米地里 找到了装有部分尸体的行李箱 去上县上之后 这个黑箱的周围已经爬完了去 肉区 比较恶心 我们进入前穿上防护服 把这个箱打开了之后 里面 已经就高度腐烂了 我们后来又到这个 信小凤的老家 给他的儿子 老丈夫的 定义在吉小凤之后 进行了这个亲缘 亲属的比对 证明了 确定了 这个死者 我们发现同如 和这个实体躯干 就是金小凤本人 此时的齐龙东 才知道金小凤已为人妻 并且育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而金小凤仗着自己的面相叫好 又会打扮 因此比较讨男人的喜欢 承包工程生意做得丰盛水井 而这也让自己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 他告诉张小姐 接下来我们会对你名下 以及你公司的账户 进行冻结清查处理 清查时间约为27个月左右 此时的张小姐下的瑟瑟发抖 自己账上冻结那还好 但公司账上的钱如果冻结 那公司怎么运作 这一刻他有点手足无措 询问对方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而刘警官思索需求后 告诉他 要不这样我帮你想想办法 申请一下优先调查 但要进行优先调查 那还得需要您的配合 你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 并且严格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因为如果跟别人说了 你很有可能会涉及泄密罪 张小姐此刻对于刘警官的话 深信不疑 因为之前他确认过该来电号码 确实是上海市某公安局的 于是他按照对方的要求 去到了一家酒店 并开了一个房间 打开了房间内的电脑 登陆了银行账户 并输入了T密码等个人信息 输完后将自己17万积蓄 全部转到一个指定账户 转完后 刘警官让他赶紧离开酒店 此时张小姐心中的恐慌稍微平复 因为对方告诉他 等到核查后 如果你确实与本案无关 钱就会全部退还 可一直等到下午时 这个刘警官再次打来电话 向张小姐说出事了 由于案情重大 17万远远不够 随后检察院的人 会联系你进一步操作 挂断电话后 很快另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对方自称是检察官 还没等张小姐询问 对方就发来一个链接 打开链接 上面显示的是一个检察院的页面 下面赫然有一张自己的通缉令 接下来这个检察官告诉张小姐 这个案件过于重大 现在由中央亲自办理 为了尽快排除你的嫌疑 我们只能尽力帮助 事件到此 张小姐依然没有一丝怀疑 她的大脑里除了恐惧就是害怕 于是按照这个检察官的指引 先后将公司账上500多万 全部赚了出去 可之后 这个自称检察院的男子竟然还说 再交90万的保证金 就可以把之前的钱全部返回 此时的张小姐彻底没了办法 因为所有的钱全部赚出去了 她实在拿不出钱 因此只能冒险将电话打给丈夫 当时丈夫一听到事情的经过后 直骂张小姐是个虎娘们 并明确地告诉她 你被骗了 随即她让妻子赶紧去警局报案 此时的张小姐突然觉得丈夫不香了 自己明明确认过 对方就是警察 怎么可能被骗 但现在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慢慢地来到辽远市东风县公安局报案 当民警听到张小姐的经历时 他们非常肯定地告诉她 你确实被骗了 这一刻张小姐彻底震惊了 当她再次点进那个通缉令的链接时 发现网页已经无法打开 而之前打过来的电话 也全都无法接通 根据调查 张小姐共向这个犯罪团伙转上526万多 我同学找你借钱 你会借吗 这位号称湖北最大方的女老板 只因承诺借钱给男同学 殊不知 第二天 她就被人装进汽油桶 并抛入人际罕至的水库 更令人气愤的是 就连她的母亲也惨遭毒手 究竟是多大仇 多大怨 凶手要残忍杀害善良的母女俩 臭宝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进入案发现场 时间2019年6月12日 第一点 湖北省保康县 这天一大早 接警中心接到一起报案 钓鱼老周大一城 自己在雷公滩水库钓鱼时 不小心钓上了一具尸体 接警后 保康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喊来专业人员 对尸体进行打捞 距离岸边大概有5米左右的地方 发现一个女性尸体 尸体是扶握在水面下 头面部是在水面下 只能看到右侧的肩膀和背部 经法医初步尸检确认 死者为女性 年龄在70岁左右 体型瘦小 死亡时间大概在两天前 同时 死者气管内积有大量液体 推测死业为溺水而亡 但让警方感到诧异的是 老人的右眼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而雷公滩水库地处偏僻 那么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他又为何会掉进水里 还未等大家缓过神来 此时街警中心又接到了一起类似的报案 蓄水池的工作人员称 自己例行打扫水库时 不小心从水里捞出一具尸体 这一连环现象 让现场民警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于是警方决定兵分两路 抽掉一队人马赶赴下游的蓄水池 经法医勘察 发现死者的右脚没有穿鞋 可能患有先天性残缺 但诡异的是 这具尸体的尸件情况 和第一具尸体不能说相似 只能说是几乎一样 同一天 在雷公滩水库上下游 接连发生两起类似的溺水身亡事件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而已吗 两名死者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真相 警方一刻不敢耽搁 立即对尸员进行了调查 首先 确认了第二位死者的身份 楚源 十年三十五岁 宝康本地人 大爷大妈告诉民警 楚源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女老板 不仅自己经营着一家那一店 同时还代办销售一栋POS机 紧接着 民警来到了楚源老家 不曾想 屋里没人 而且门是锁着的 从邻居王大爷那获悉 楚源的哥哥姐姐早些年都去到了城里无宫 只留下他和老母亲两人住在一起 然后通过联系他的哥哥嫂子和他的姐姐 他们反映了 这几天前 他的这个妹妹就跟他们失去联系了 警方先后联系上了楚源的哥哥姐姐 却围堵始终不见其母亲的下落 据悉 楚源母亲脾气暴躁 母你俩每天都会为各种琐事争吵 更为关键的是 每次吵完后 老太太都会跑到街上寻死觅活的大闹 这是 十里街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此时 此刻 聪明的臭宝肯定猜到了 没错 你猜的没错 警方想的也跟你一样 于是 立即请来村主任对第一具尸体进行辨认 确认死者正是楚源的母亲 这一结果 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失一惊 为何母你俩同时逆水而亡 却又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呢 是自杀 还是他杀 警方就此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激烈争辩 最终形成了两种观点 第一 母你俩在水库旁溜的 不慎同时掉入水中 而楚源则被水流冲到了下游 第二 母你俩在水库旁发生了争吵 楚源一气之下 将母亲推进了水里 而后 觉得自行惭悔 于是选择了自杀 那么 真相到底是哪一种呢 又或者 都不是 就在大家还在争论不休时 外出走访的民警 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 从社区医院获悉 原来 楚源母亲不仅患有眼疾 腿脚也近乎残疾 根本走不动路 最多只能在家周围转转 然而 水库距楚源家相距八公里 显然 母你俩不是自己来的 而是有人利用交通工具 把他们带到了这里 与此同时 法医在楚源母亲的身上 找到了新的线索 我们发现 狮子左侧肋骨有多发骨折 但是其右上肢的 公骨骨折 周围没有出血 瘦伤 等表现 说明一个是身前伤 一个是死后伤 这一点就推翻了我们 之前考虑 另一个死亡的可能 说明在这个案件过程中 有第三者的参与 同时 从尸体伤痕的力道来看 嫌疑人大概立为男性 侦察员基于法医的报告分析 楚源母亲很有可能 是被人杀害后 抛尸于水库中 不出意外的话 杀害楚源的人 应该也是他 那么 凶手究竟是谁 楚源家 位于刚刚建好的新小区 一楼的商铺还空着 楚源住在二楼 民警现场勘察发现 整个房屋都十分的整洁 并且门窗也都完好物色 同时 衣柜里的衣物 也没有任何翻动过的痕迹 唯一留下的信息 就是客厅内凌乱不堪的脚印 基于以上线索 警方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 这里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第二 凶手跟楚源母女相识 第三 凶手应该不是屠材害命 那么 凶手究竟为何 要杀害楚源母女呢 紧接着 警方调取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晚上七点整楚源 关闭店铺下班回家 七点三十八分的时候 一家药店的监控 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同时 这也是楚源生前最后的画面 民警推测 楚源应该就是在此之后 遇害的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来到了营业厅 调取 楚源生前的通话记录 发现在六月十号十二点的时候 有人用他的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 是当地一家电子商品店的老板小杨 据其回忆 打来电话的声音 他并不熟悉 只能听出来是一个男性 不过好在 小杨有一个好习惯 每通电话他都会录音 原来 该男子打来电话 是想通过POS鸡套线现金 显然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小杨交代 两人本来约好当天下午六点见面 可等了一晚上 也没等到他来 这刻把他气得不轻 因此对此事记忆犹新 此时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推测 这位打来电话的男子 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 于是 将通话记录 发给了其他 正在走访调查的民警 大家分别将声音 放给乡亲们听 遗憾的是 没有一人识得该声音的主人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钓鱼老周大爷的出现 带给了警方一丝希望 据其回忆 当天除了尸体 他还钓到了一个 黄蓝相见的油桶 结合油桶的特征 警方推测 这大概率就是 装阅尸体的作案工具 这个线索的出现 让专案组洗漱往外 随即 警方调取了水库周围的监控 果不其然 又发现了另一条重要线索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6月10号晚11点05分 一辆载有两个油桶的 箱式货车行驶在路上 继续追踪 发现一个小时后 该车辆又出现在 马桥镇工业园 但奇怪的是 油桶的位置 由竖着摆放 变成了横放 这个变化引起了 民警的高度注意 显然 是有人刻意为之 同时 两个地方仅仅相距不到一公里 而该车辆却行驶了90分钟 综合以上线索 该车辆具有重大嫌疑 于是 警方向前排查 还原了他之前的活动轨迹 监控显示 6月10号下午6点 该车辆曾停在一家 气修店门口 一位身穿白T恤的男子下车后 和老板交谈了一会 不一会 他提着一个彩色油桶装进车里 在其身后 老板提着另一个油桶 随后 男子开着再有两个油桶的货车离开 消失在监控中 直到晚上11点05分 该车辆再次出现在监控中 可以看到 此时 两个油桶仍然还在 继续追踪 时间来到凌晨 2点50分 该货车路过水库的卡口 而此时两个油桶却消失不见了 根据以上情况 警方有理由怀疑 该男子通过货车 将装有尸体的油桶运到了水库中 基于这条线索 专案组通过查询车牌号找到了车主 李清 十年36岁 宝康本地人 于是 来了臭宝 他跑 他追 他插尺南非 最终 警方于6月15日 在李清家中成功将其逮捕归案 同时 经过现场勘查 查获手机一步 电话卡正是楚源的 然而 让众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 李清从小学起就与楚源是同学 不仅如此 二人还是邻居 相识一有二十年 关系一直都很好 那么 李清为何要突然杀害楚源母女呢 原来 李清在当地也算是个低配吧富二代 可他有个不良嗜好 他喜欢买各种彩票 喜欢买就算了 他还是中奖绝缘体 一来二去 将钱败光的 他欠了好几万贷款 不仅被父母踢出了家族企业 妻子也带着孩子跑了 就在李清处于最低谷的时候 老同学楚源得知这个情况后 主动联系了他 表示愿意借钱给他东山再起 他承诺的时候如果还不上 他可以帮忙带牌 不曾想想 今年五月份 酒精沙场的李清 再次迷上彩票 此时 他想到了老同学的诺言 于是来到那一店 向楚源借钱 不巧的是 楚源刚刚进了一批货 手里正好没有现金 便婉拒了李清 接下来的日子 李清每天看着个大银行 发来的推还短信 他将责任全部推卸到了楚源身上 如果不是对方承诺借钱 他也不会再去碰彩票 他开始怨恨这个老同学 2019年6月9号下午2点 李清手持麻绳来到楚源家 不曾想 只有他的母亲在家 于是 李清首先勒死了老太太 他为什么要杀这个楚源的母亲 其实他是为了清除杀楚源的障碍 所以说这个人是非常残忍的 事后 李清躲在厕所里 一直等到晚上7点 楚源下班回家后 他二话不说 冲上前去勒住对方的脖子 此时 楚源大喊道 愿意借钱给他 可当时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没办法 李清只好选择痛下杀手 作案后 李清并没有第一时间处理尸体 而是拿走楚源的银行卡和手机 将4000块现金套出 6月10号晚 李清先是开着货车买了两个油桃 油桃是做出的 尸体装在里面 泡在水区里面 就能沉到地 水 水 11点多 李清再次回到楚源家 将尸体分别塞进两个油桶内 随后来到雷公滩水库准备抛尸 此时 天真的李清以为 如果将两具尸体扔在一起 势必会被认定为凶杀案 于是 他先将老太太抛进水里 随后驱车来到下游的蓄水池 又将楚源扔了进去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两天后 在李清的带领下 民警来到了他工作的山坡上 并于土坑中 挖出他埋藏在下面的作案工具以及赃物 至此 案件全部完结 如果祭出水塘里溺亡的少妇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女子追求本不属于她的幸福 竟果断地选择抛妇气质 最终导致惨案的发生 吕宝们 请认真地看完本视频 并留下你们的观点 时间 2010年7月26日 地点 山西省阳城县 老张的媳妇让他到菜底摘点菜 当他靠近水塘附近时 草丛里突然窜出个人 并警告他 不要再往前走 来了有个老头 他告诉我说 那有个死人在那 当老张细细看见 果然发现不对劲 池塘边果真有个溺水的人 阳城县警方很快便赶到了现场 并对尸体进行了打捞 死者是名女性 年龄在40岁左右 穿戴得特别整齐 死者似乎有特别重要的事 生前进行过西新的装扮 尤其是死者穿的红色高跟鞋 简直闪下我的太和金狗眼 而法医给出的死亡原因 竟是生前溺水死亡 死亡时间确定在25号深夜 据了解 案发周边非常的偏僻 到处都在施工 本地人都很少会来 尤其是在深夜的情况下 根据死者留下的足迹推断 死者生前曾在水塘边休息过 不知是什么原因 导致死者落水死亡 随着打捞的继续 打捞人员捞上来两部手机 有部崭新的似乎还没使用过 民警立即对周边的手机店进行走访 很快 有员工说 手机正是他们店里卖出的 据手机店员工说 买手机的夫妻俩他们都认识 就是街上做生意的 女子叫毕美兰 她老公叫如底柱 得知此情况 民警很快便找到了如底柱 经过确认 死者正是如底柱的媳妇毕美兰 然而 得知媳妇的死讯后 如底柱并没有伤心的情绪 就好像与她没有关系似的 如底柱的表现 令民警非常的不解 据如底柱说 案发当天傍晚 媳妇并没有在家 而是在表妹家玩耍 她去接媳妇时 却发现媳妇已经离开表妹家 并且不知去向 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经过对表妹询问得知 如底柱并没有说谎 表妹还称姐姐是被电话约走的 那么 究竟是谁约走的毕美兰呢 经过调取监控 发现两名女性坐着摩的 朝着案发现场而去 坐在中间的正是毕美兰 那么 后座的陌生女性是谁呢 她与毕美兰的死有没有联系呢 掉过来一刻 那就是 就是她和我妻子坐在一个摩托车上 这就毫无一望 就看的是她了 看过这段监控 如底柱为何如此激动呢 面对民警的再三询问 如底柱交代 视频中的女子叫燕玉霞 曾拿着砍刀找过她 称要把她全家砍死 甚至要用炸药跟她们同归于尽 是什么原因 让燕玉霞放下如此狠话呢 原来 燕玉霞就在她们隔壁做生意 长期相处下来 如底柱 靠着那张三寸不烂之舌 被这媳妇成功将燕玉霞拿下 并常年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那么 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能让燕玉霞如此疯狂 据了解 碧美兰很少跟她同房 她只好跟燕玉霞搞暧昧 但 让她接受不了的是 在随后的相处中 燕玉霞让她跟媳妇抓紧离婚 把她娶回家 不然就让她好看 据如底柱说 她或许是花心大萝卜 但她从没想过跟媳妇离婚 她曾劝过燕玉霞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换来的却是写的教训 看着眼前母老虎似的燕玉霞 再想想曾经温柔的她 如底柱属实没料的 燕玉霞发起火来竟如此厉害 随着燕玉霞的导案 案件终于是真相大白 经过询问 她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共认不讳 而她杀害碧美兰的目的 竟只是想 找个靠谱的男人过完余生 据了解 她跟前夫曾经住在农村里 她也曾体会过幸福的感觉 但是她并不满足于现状 时刻都想着去城市生活 在她的坚持下 她跟前夫来到阳城县拼搏 看着眼前繁华的都市 她逐渐对丈夫的无能感到厌恶 直至遇到如底柱 她觉得人生的目标 就是如底柱这样的男人 心好心 知道怎么心疼 好像就不一定说的 她是一个清场老手 她也知道怎么样 就得到一个命 其实我知道 在她得不到你的时候 你永远是最好的 在她得到你的时候 你就未必是最好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选择抛妇妻子 依然地跟丈夫离了婚 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据燕玉霞说 在她奋不顾身时 如底柱却选择逃避 她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为她倾尽所有 如底柱居然会这么对她 每每想起如底柱 她就觉得真心喂了狗 她决定先除掉碧美兰 这样如底柱肯定会取的 于是 在案发当天 她以某种借口 把碧美兰约了出来 由于两家很熟悉 碧美兰并没有产生怀疑 随后将她领到案发的水塘边 期间 她趁着碧美兰不注意 将碧美兰推到水塘里 直到此时 她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可笑 她本可以拥有幸福 却为了追寻所谓的幸福 将原本的幸福葬送 而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这个变态真变态 多了棒有碎成块 真变态 碎成块 火车站里仍是快 幸亏数数眼睛间 使得变态没处存 时间2010年7月23日 地点 湖南省临乡市 这天早上火车站安检人员小李 跟往常一样 正在电脑屏幕前 检查从输送带上通过的行李 这是有个纸箱 在通过时 小李看到里面装得好像是 一只人手的物品就在感到惊讶之时 接着另外一只箱子里面照出来的东西 更让她感到三魂丢了六魄 此时的小李在想 会不会是评论区里哪位大侠的玩具 但是又感觉不对 哪有这么逼真的玩具 就立即让同事拦截下那两个箱子 当他们将两个箱子打开时 眼前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变年轻了 箱子里装的竟然是被肢解后的女师 被吓得心跳加速冒冷汗的 车站工作人员立即去寻找放纸箱的那个变态 然而由于现场一片混乱 纸箱的主人早已逃之夭夭 警方的此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检查这两个装有尸坏的纸箱 发现只有肢体 头颅不知取向 这起凶残至极的命案 立即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成立了723杀人碎尸案专案组 很快法医对尸坏勘验有了结果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年龄40到45岁 死亡时间大约在7月22号 晚上11点左右 尸坏切割完整 据发现纸箱的另外一名安检员小陈说 警方在掌握了此人的特征后 随即调取了火车站售票厅里的监控 发现了那名白衣男子 他当时走进售票厅 直接来到了售票窗口 掏出眼镜 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就去买票了 由于摄像头的距离较远 看不清楚该男子的面部特征 很难进行辨认 不过根据这一时间段的售票信息 这名男子应该是买了最快一张 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在抛尸后想尽快离开这里 这时候肯定会有老铁问 火车票不是有实名制吗 查一下不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 然而在2010年那时候 还未启用实名制 咱们言归正传 警方分析 嫌疑人要将重达几十公斤的 两个纸箱带到火车站 必然会乘坐交通工具 便立即对车站附近的运营车辆 进行了排查 很快找到了运尸的三轮车 据车主称 在23号早上6点多 一名45岁左右的白衣男子 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后 换成了他的三轮车 并且注意到那辆出租车 悬挂的是赤壁的车牌 办案民警的此线索后 立即赶往赤壁进行调查 很快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反应 在7月22号凌晨三点多 那名白衣男子在赤壁和嘉余县交界处的公路上的车 警方分析湖南临乡地处湖南 湖北江西三省的交界处 而湖北的赤壁 相邻的就是湖北嘉余县 当时嫌疑人在凌晨三点多 在两县的交界处 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临乡 因此推测案发地 应该是在赤壁和嘉余这两个县内 在掌握了案发范围下 办案民警立即对赤壁和嘉余 两个县开始排查 将有前科的全部在案人员 进行了摸牌 然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由于两个县城人口众多 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没有明显特征 而相貌又模糊的嫌疑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于是警方重新对案情进行了梳理 根据法医当时提供的尸检报告 嫌疑人切割的尸块比较完整 那么从事什么职业的人 能在人体骨骼密度大肌肉韧性强的情况下 完整的进行切割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只有相关的专业指示和特殊单位的工作人员 比如医生和避遗馆里的入殓师 因此警方将排查范围缩小的医院和避遗馆 然而通过对赤壁和嘉余两个县 所有45岁到55岁之间 在医院避遗馆的男性工作人员进行排查 然而排查的结果却让警方大失所望 难道是判断有误 警方再次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发现忽略了嫌疑人的一个细节 那就是年龄 当时嫌疑人在进入受调大厅后 掏出了眼镜和发车时间表 那么什么人才会随身携带眼镜 只有看文字时才进行佩戴呢 相信有些老铁已经知道 那就是老花镜 随后警方邀请了几位患有老花眼的老人进行了测试 发现如果连车站的列车时刻表都看不清的话 那么他花眼程度最少在300度 因此推测嫌疑人的年龄在60岁至70岁之间 在医院的第一馆工作 或者曾经工作过的老人 随后警方经过细致的排查 在嘉瑜县第一馆从事职业入练师 69岁的男子李茂武 很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通过了解 此人的工作 就是与尸体打交道 具备捐业的人体解剖知识 很容易取得捐业的尸体切割工具 又清楚怎样使用 因此警方断定 李茂武就是7月23号 在临乡火车站的那名运势男子 于是在2010年7月27号 将李茂武成功抓获 在审讯中 李茂武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且交代 老板在2009年去世后 他感觉到孤独寂寞冷 于是认识了 从事硬件软化工作的孙丽梅 不服老的李茂武 对其是呵护有加 慢慢的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而孙丽梅对于李茂武来说 只能用无情无义两个字来形容 他在花光了李茂武省吃俭用 积攒下来的五万多元后 立即离开了李茂武而另寻新欢 在此期间 李茂武曾多次找孙丽梅 想挽回之间的感情 但没想到孙丽梅果断拒绝了他 此刻的李茂武想到 我本将心照明月 那何明月照勾曲 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 于是在7月22号晚上 李茂武下班时将碧仪馆的诗句 带回到家中 并准备好了一把铁锤 到晚上十点多 他打电话将孙丽梅骗到家中 趁其不备用就光光挤锤将其撒死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拿手绝火 分事 李茂武三下午除二就将尸体之解完 随后他将头颅和内脏抛入了长江 将躯干和四肢装进了两个纸箱 换成了几次车后 来到临乡火车站 本来打算将尸块沿着铁路 抛下火车 没想到当他拿着这两个纸箱进站时 却被安检员要求进行安检 此时的李茂武心里慌得一批 感觉自己的罪行即将暴露 就立即丢下纸箱落荒而逃 令李茂武没想到的是警方在 短短的五天后就出现在面前 此刻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年过花甲的李茂武竟然能如此的凶残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变态不论岁数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这个变态真变态 多了棒有碎成块 真变态 碎成块 火车站里扔尸块 幸亏叔叔眼睛间 使得变态没出钻 时间2010年7月23日 地点湖南省林乡市 这天早上火车站安检人员小李 跟往常一样正在电脑屏幕前 检查从输送带上通过的行李 这是有个纸箱在通过时 小李看到里面装的好像是一只人手的物品 就在感到惊讶之时 接着另外一只箱子里面照出来的东西 更让他感到三魂丢了六魄 此时的小李在想 会不会是评论区里那位大侠的玩具 但是又感觉不对 哪有这么逼真的玩具 就立即让同事拦截下那两个箱子 当他们将两个箱子打开时 眼前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变年轻了 箱子里装的竟然是被肢解后的女尸 被吓得心跳加速冒冷汗的车站工作人员 立即去寻找放纸箱的那个变态 然而由于现场一片混乱 纸箱的主人早已逃之夭夭 警方的此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 检查这两个装有尸坏的纸箱 发现只有肢体 头颅不知取向 这起凶残至极的命案 立即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成立了723杀人碎尸案专案组 很快法医对尸坏勘案有了结果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年龄40到45岁 死亡时间大约在7月22号 晚上11点左右 尸坏切割完整 据发现纸箱的另外一名安检员小陈说 那天是我值班 把箱子拿进来的是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我对他很注意 就是因为他穿着挺时尚的 白衬衣 白皮鞋 一般的中年男人 很少能有这样的装扮 警方在掌握了此人的特征后 随即调取了火车站售票厅里的监控 发现了那名白衣男子 他当时走进售票厅 直接来到了售票窗口 掏出眼镜 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就去买票了 由于摄像头的距离较远 看不清楚该男子的面部特征 很难进行辨认 不过根据这一时间段的售票信息 这名男子应该是买了最快一张 开往长沙的火车票 在抛尸后 想尽快离开这里 这时候肯定会有老铁问 火车票不是有实名制吗 查一下不就能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了 然而在2010年那时候 还会启用实名制 咱们言归正传 警方分析 嫌疑人要将重打几十公斤的 两个纸箱带到火车站 必然会乘坐交通工具 便立即对车站附近的运营车辆 进行了排查 很快找到了运尸的三轮车 据车主称 在23号早上6点多 一名45岁左右的白衣男子 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后 换成了他的三轮车 并且注意到那辆出租车 悬挂的是赤壁的车牌 办案民警的死线索后 立即赶往赤壁进行调查 很快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反应 在7月22号凌晨3点多 那名白衣男子在赤壁和嘉瑜县交界处的公路上的车 警方分析 湖南临乡地处湖南 湖北 江西 三省的交界处 而湖北的赤壁 相邻的就是湖北嘉瑜县 当时嫌疑人在凌晨3点多 在两县的交界处 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临乡 因此推测案发地 应该是在赤壁和嘉瑜这两个县内 在掌握了案发范围下 办案民警立即对赤壁和嘉瑜 两个县开始排查 将有前科的全部在案人员 进行了摸牌 然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由于两个县城人口众多 要在茫茫人海中 寻找没有明显特征 而相貌又模糊的嫌疑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于是警方重新对案情进行了梳理 根据法医当时提供的尸检报告 嫌疑人切割的尸块比较完整 那么从事什么职业的人 能在人体骨骼 密度大肌肉韧性强 的情况下完整的进行切割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 只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和特殊单位的工作人员 比如医生和避医馆里的入殿师 因此警方将排查范围缩小的 医院和避医馆 然而通过对赤壁和嘉瑜两个县 所有45岁到55岁之间 在医院 第一医馆的男性工作人员进行排查 然而排查的结果 却让警方大失所望 难道是判断有误 警方再次对案情进行了分析 发现忽略了嫌疑人的一个细节 那就是年龄 当时嫌疑人在进入售票大厅后 掏出了眼镜看发车时间表 那么什么人才会随身携带眼镜 只有看文字时才进行佩戴呢 相信有些老铁已经知道 那就是老花镜 随后警方邀请了几位患有老花眼的老人 进行了测试 发现如果连车站的列车时刻表 都看不清的话 那么他花眼程度最少在300度 因此推测嫌疑人的年龄 在60岁至70岁之间 在医院第一馆工作 或者曾经工作过的老人 随后警方经过细致的排查 在嘉瑜县第一馆从事职业入殓师 69岁的男子李茂武 很符合嫌疑人的特征 通过了解此人的工作 就是与尸体打交道 具备捐业的人体解剖知识 很容易取得捐业的尸体切割工具 又清楚怎样使用 我们了解到李茂武犯有老花眼 至少在300度近距离看似很困难 我们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 因此警方断定 李茂武就是7月23号 在临乡火车站的那名运势男子 于是在2010年7月27号 将李茂武成功抓获 在审讯中 李茂武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并且交代 老伴在2009年去世后 他感觉到孤独寂寞冷 于是认识了 从事硬件软化工作的孙丽梅 不服老的李茂武对其是呵护有加 慢慢的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而孙丽梅对于李茂武来说 只能用无情无义两个字来形容 他在花光了李茂武省之俭用 积载下来的五万多元后 立即离开了李茂武而另寻新欢 在此期间 李茂武曾多次找孙丽梅 想挽回之间的感情 但没想到孙丽梅果断拒绝了他 此刻的李茂武想到 我本将心照明月 那何明月照勾取 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 于是在7月22号晚上 李茂武下班时将毕仪馆的诗句 带回到家中 并准备好了一把铁锤 到晚上十点多 他打电话将孙丽梅骗到家中 趁其不备用就光光挤锤将其砸死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分事 李茂武三下午除二就将尸体肢解完 随后他将头颅和内脏抛入了长江 将躯干和四肢装进了两个纸箱 换成了几次车后来到临乡火车站 本来打算将尸块沿着铁路抛下火车 没想到当他拿着这两个纸箱进站时 却被安检员要求进行安检 此时的李茂武心里慌得一批 感觉自己的罪行即将暴露 就立即丢下纸箱落荒而逃 令李茂武没想到的是警方在 短短的五天后就出现在面前 此刻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年过花甲的李茂武竟然能如此的凶残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变态不论岁数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刘英雄不论岁数 的